今天到银滩中部办点事 路过咱这个大齐的茶与餐厅 银滩故事 看他这个门是开的 咱过去再拜访一下 大齐 在啊 在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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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怎么变了 变样子了 我瞎折腾一下 你坐会 是有点变样子了 不大一样了 咱上次采访的时候 这个地方 桌子是那个横着的 现在是竖着的了 这里还有一个叫什么 银滩故事茶与餐厅的那么一个 你这服务价位是吧 这个 这是临时的 马上就要改 要改是吧 因为什么了 因为夏天来了 你准备要改呀 做成一个烧烤的小酒吧 烧烤小酒吧 现在的话就是说 十几面 十三元一碗 骨汤面 十元一碗 火锅面 十五元一碗 临时的 临时送货加工费 是五十元起 本店 只在 邻里 喝茶 聊天 交友 聚会 这个餐点 只是临时性 制定有个性要求 提前预定 尽量满足 后会有期 今天方便吧 咱们随便再聊聊吧 我洗马手 这是您的餐厅 还有营业执照 对 都是正式化的 对 在这里建筑你的酒吧 可以请客吃饭 是吧 对 加工费五十元起 那行 你这个 换成这样子了 你一定能够成功 大秦你好 有段时间 没算你这来了 其实你 发你的片子 其实在社会上 还是引起 非常好的反响的 遇到一些朋友 都说 你采访那个 小伙子年纪不大 活得很通透 我今天看 你都过夏天了 还露出胳膊 你还有点纹身 你能讲解 你的纹身的来历吗 本来是讨点故事的 讨你的故事了 纹身啊 好多人把纹身 当成比较负面的东西 对 我那第一个纹身啊 是因为为了纪念 我曾经在北京香山 附近当兵 然后腿上纹了 一片枕叶 这就是我纹身的 第一个纹身的开始 后来呢 很多人纹纹身说 坏人才做纹身 其实我倒是这个 看法不一样 纹身是什么呀 纹身是两个含义 一 是他内心的一种刺激 一二是外在的一种表象 内心的刺激是什么呢 我也曾经 有一段时间活得 不知方向 然后就是有点精神麻木吧 精神麻木的时候呢 就需要一点点刺激 可是 外在的很多刺激呢 说实话啊 已经达不到了 出来刺激刺激 有些话呢 在这个镜头里边吗 不好说 不好说 对 精力复杂 有些事呢 刺激就 后来呢 我就尝试着纹身 刚开始很疼 但是越疼越有感觉 我背后找个纹身 那么大片啊 满背 满背都是 他们都说你肯定是有问题啊 你这是 对啊 一般人概念中 好像纹身的人 好像就是 不是好人 有点带有的那种负面的 是有点负面的那种感觉 我不敢承认我是好人 但是我绝对不是坏人 绝对不是坏人 对 因为好坏怎么分呢 真实的 这个是云云众生 这个世界很混沌的 对吧 讲不清楚 你也分不明白 我只要遵从我内心 我没有去做 太对不起自己良性的事 我认为就不算坏 对 我从纹身开始呢 一针一针的扎下去 刚开始是一个小纹身 慢慢到整片的纹身 刚开始的是 用一张 就是能做手术的那种洗血纸 贴上去 哇一张 后来一张一张 我最后的血就很多 实际上说实话呢 人有 有的人呢 看到血以后 会有点眼红 说实话我也有一点 我看到自己的血以后呢 我其实我挺坦然的 我很平静 有些时候 他这种从麻木到清醒 需要一个引子 需要一个过程 我认为当时的纹身 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引子 一个过程 刚才这是第一个问题 精神领域 对 第二是外在领域的 纹身呢 你不要去乱纹 你纹的每一个东西 它都是有意义的 对 你比如说我信仰 我是信仰佛教的 所以我背后的 有一个菩萨像 菩萨像的旁边呢 有一条恶龙 我其实就是那条恶龙 我一直是用佛教来 就是拯救我 救赎 然后帮助我 从一个相对于顽皮的一个人 慢慢变得平静起来 这就是我背后的纹身 剩下的纹身呢 我每个纹身 我都是相对的有一点点纪念意义吧 比如说有的是为了表示 在我突然麻醉的时候 突然没有方向的时候 来一点点提神 比如说勇敢 比如说是勤劳 比如说正义 你看我这个纹身 这就是国王 国王大一把 你是最后一个纹身是哪一年 最后一个纹身应该是十年前了吧 都十年前了 也就是说这么多年 你纹身的时候 毕竟还是比较年轻的是吧 那现在对于你过去的纹身 你恨不恨会呢 你毕竟在自己上 身上弄了这个落印了 再也不好去掉了 我当兵刚回来的时候 是有工作的 那个相对还凑谱的工作吧 但是我的内心呢 相对比较喜欢那种 放荡无际的自由 无边无际的自由 实际上就是一种 脱江的野马一样 后来呢 我既然是这样 那我也不用刻意的改则 每个人忙都 每个人的人生和命运 你说后悔吗 有一点点 因为 现在回一看 曾经稳稳当当 活到40多岁的之前的这些朋友 也有他们 像对我来说的优势 比如说他们的工作呀 生活呀 家庭呀 甚至是收入啊 很稳定 但是和他们在一起聊的时候 他们也很羡慕我 因为我的经历呢 是他们可以说 人生最可贵的是什么 就是你曾经的时间最可贵 不可以复制 不可以从来的 这点是公认的 好比分 对吧 金钱也好 名利也好 什么什么 九色才气也好 都是可以追寻的 但是唯独 时间过去 青春 是不可以追寻的 不可以复制的 所以在这点 我自我安慰一下 至少在他们和我聊的时候 他们羡慕我 就是他们没有的 我羡慕他们 我没有的 其实每一个人 也就是活在这种 羡慕别人没有的 这种过程中吧 对对 都在过程中 这就是一个现实 所以你要说 让我受到后悔吗 我后悔 我曾经做的一点点 违背良心的事 说实话 我也做过一点点 违背良心的事 那也是形势所迫 说实话 我不是给自己找借口 对 因为年轻嘛 可能也鲁莽一点 对 我也进去过 也是因为一点点冲动 对 我唯一后悔的就是 我不应该那么鲁莽 对 因为那个经历呢 就造成了 我后边的很多 你比如说 我不能竞选啊 我不能从政呀 对吧 实说实说 对 我认为从能力方面 我不赐予他们目前的一些 对 一些人 对 但是就是因为我鲁莽的一些经历 对 造成了我没有了这个资格 对 但是同时你也得反过来 对 你想思维 如果你没有那些经历 那你也没有现在的那种认知 对 你也没有比他们稍微高一点的认知 对 对 这点是必然的 对 得 识 都得用 对 对 这就是 认知上这个层次已经高了 所以说如果您刚才只说文身 我现在根本对我的文身 没有一点点鄙视或者是 当然这个是我 我不是说大家 对 我不是说我 是无论大家怎么评论我 那是大家的自由 对 但是我不会对我的文身 对 认为后悔 或者认为 认为不对 对 是这么个情况 哦 就了解了 好 谢谢啊